就是国外科学家 脑科学专家有做过实验 他们发现手机上瘾的人 他的大脑的结构 其实是跟 真的 读比上瘾是一样 意思就是说 如果解剖两个人的大脑 一个是手机上瘾 一个是海洛瘾上瘾 基本上 看不出任何的不一样 真的严重 所以有读瘾的人 他会怎么样 你不给他读 他会有一种叫 就很难过 所以就体现在他们 这四个数据上面 不看手机很难过 所以你看 他们就尽量减少吃饭的时间 因为吃饭时间越少 越短 他们就可以越快 拿到那个手机 再来就是说 下面两个数据 吵架的时间 是跟其他不一样 因为你可以看到 它是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曲线 所以代表说 其实前面三天 他们在磨合 平常吃饭都在看手机 所以不用聊天 没有手机 就不知道要聊什么 就慢慢会擦出火花 但第四天 他们就开始 知道 不要吵架 也别聊 因素就是不要聊天 所以他们就开始失忆了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七天的一首 而且才七天 就搞成这样 你们两位 evalu说 自己的感觉 其实我是觉得 吃饭要不要 我就lan了